富豪正与女模特热辣上演激情戏码 然而他们却全然不知自己早已成为别人枪口下的猎物 眼看刺杀目标毫发无损 杀手急忙拉栓上膛准备再来一枪 谁知关键时刻 保镖竟然一把拉上了窗帘 迅速护送富豪逃离了现场 眼看失败已成定局 杀手当机立断 迅速拆掉手中的枪械放进包中 接着弯腰捡起地上的弹壳 然后戴好头盔快速撤离 在逃跑的途中 杀手还顺手将武器零件扔进路边的垃圾车毁尸灭迹 接着蒙凯油门潇洒离去 为了彻底掐断警方的线索 杀手来到一家毫不起眼的便利店 在厕所里换掉身上的衣服 并用冷水擦洗全身 接着仔细刮掉特意留的胡子 然后迅速穿上新衣同容离开 这番滴水不漏的操作 即便不幸遇到警方的盘查 也能确保他顺利脱身 乘车来到机场后 杀手不动声色地清除了枪上的指纹 随手丢进一旁的垃圾桶 紧接着他使用假护照蒙混过关 成功拿到了返程的机票 可就在直击时 却突然接到了公司的问责电话 而且对方的语气极为不善 杀手瞬间察觉到一丝危险的气息 为了避免行踪暴露 他迅速拔出手机卡扔到一边 然后一脚将自己的手机踩得粉碎 果然刚上飞机 他就感觉到自己好像被人给盯上了 但杀手也不敢往下见了 直到落地后发现飞机上的男人 三番五次地出现在他周围 这才确定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 于是杀手立马改变行程 当即购买了次日的机票 打算彻底摆脱身后的尾巴 顺利入住酒店后 杀手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迅速拿起玻璃杯和金属餐杆 在门口设置了一个简易的警报装置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无法安心入睡 顺手抄起车上的餐刀 关掉灯后坐在沙发上养精蓄锐 为了早日甩掉身后的尾巴 他一大早就离开了酒店 并顺利登上了飞机 几近辗转过后 杀手终于摆脱了追踪 回到了自己所在的城市 然而当他回到位于郊区的别墅时 却在门口发现了几枚清晰的脚印 杀手顿时心中一惊 这特么肯定是被人偷家了呀 于是他连忙从车内摸出一把手枪 紧接着一个助跑翻进院内 直奔自己的别墅而去 我不其然 杀手刚一靠近别墅 就听到屋内大声播放的音乐 然而当他持枪冲进别墅时 却连个人眼都没看到 但出于杀手的职业本能 他不敢有丝毫松懈 当即开始逐个排查每个房间 因为身为顶尖杀手的他 容不得自己有任何失误 经过一番仔细的排查 果然在浴室发现了搏斗的痕迹 此时他才猛然想起了自己的老婆 得知妻子受伤住院 杀手连忙驾车赶到医院 等他来到妻子的病房时 大舅哥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从大舅哥口中得知 昨天两名歹徒突然闯入别墅 袭击了他的妹妹 幸好自己恰巧有事去找妹妹 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不过他也只是吓跑了歹徒而已 最终是一辆绿色出租车街走了对方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没多久妻子便醒了过来 望着病床上伤痕累累的妻子 杀手的眼神中充满了心疼和愤怒 他暗暗发誓 一定要找到伤害妻子的人 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于是他立刻返回别墅 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装备 是要为自己的老婆讨回公道 红未见过如此残忍的杀手 一言不合 竟将三颗钢钉射入对方的胸腔 老黑虽不至于极客毙命 但却要承受百倍于窒息的痛苦 然而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 随后杀手淡定的翻出报警电话 将手机递至老黑面前 威胁他只要蹦出幕后黑手 就能得到活命的机会 老黑拼命挣扎着 想要拿到眼前的电话 结果却因重心不稳摔倒在底 杀手迅速扯过一张报纸 垫在了老黑脑袋下面 以免弄脏地板影响伤后 然后慢条思理地告诉对方 没想到老黑竟也是个狠人 至死都没说出幕后黑手的名字 气得杀手那是直爆粗口 但是以至此生气也是白大 毁尸灭迹才是当务之急 他找来事先准备的垃圾桶 把老黑的尸体塞了进去 随后他扮成清洁工将尸体运出大楼 老黑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杀手之所以这么做 只因搭档老黑被判了自己 就在几天前 两名歹徒突然闯入杀手家中 差点害死了他的老婆 杀手当即下定决心 一定要揪出幕后黑手为妻子报仇 他先是找到接应歹徒的绿色出租车 确定了其所属的公司 然后趁夜来到出租车总部 无费吹灰之力片开了大门 随即持枪冲了进去 仔细查阅过出勤记录后 成功拿到了那名司机的信息 临走之前 他还刻意将房间弄了一片狼藉 并将所有现金洗劫一空 制造出入式抢劫的假象 次日一早 杀手便以租车为名 成功调到了那名出租车司机 刚上车他就掏出手枪 不紧不慢地装好消音器 对着车顶扑扑就是两枪 司机回头一看 顿时吓得魂不附体 还没等杀手开口询问 就将事发当日的情况和盘托出 从司机口中得知 那天他正在机场附近等活 一男一女就找上了他 自己只是负责来回接送两人 至于别墅里发生了什么 他真的一概不知 随后司机便在杀手的指示下 将车停在一处僻静的地方 小伙本以为自己只是个司机 只要如实交代 杀手就不会为难自己 可事实上 杀手却并没有放过他 而是一枪送他去见了太奶 完事杀手不慌不忙地收好武器 抬手擦掉车门上的指纹 然后若无其事地下车离开 此时杀手已经猜到 肯定是搭档老黑出卖了自己 因为别墅的地址只有老黑知道 于是他立刻动身去找老黑 以便找出残害妻子的凶手 为了不打草惊蛇 杀手直接把车停在老黑公司楼下 悠然自得地等待潜入时机 没过多久 他就看到一辆快递车停在了公司门口 杀手立刻拖着垃圾桶快步上前 尾随快递员混进了大楼 顺利来到老黑办公室门口后 他趁快递员进入办公室时 暗自算出玻璃门关闭的时间 紧接着他又假装喝水 悄悄观察屋内的情况 等到快递员开门离开时 杀手便在对方进入电梯的一刹那 迅速起身用脚挡住玻璃门 转身从垃圾桶里摸出吃饭的家伙 然后冲进了老黑的办公室 杀手的突然造访 顿时吓得女秘书花容失色 但杀手却视若无睹 从容地收起桌上的通讯设备 然后挟持女秘书来找老黑算账 而即将大祸临头的老黑 却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甚至都被人捆在椅子上了 还在安慰惊魂未定的女秘书 杀手也不想听他啰嗦 把女秘书关进洗手间后 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射钉枪 对着电脑和手机就是一顿母射 可即便是这样 还是没能压制住老黑的嚣张气焰 杀手忍无可人果断出手 给老黑好好上了一课 结果没过多久 老黑就投诊报纸嫁贺西群 而目睹这一切的女秘书 则被杀手的狠辣手段下的魂飞魄散 主动供出了雇主的名字 只求杀手放她一条生路 对此杀手不可制伯 随后两人驱车来到秘书的家中 开始查找公司所有的雇主档案 原来老黑从来不依赖高科技 所有的档案都有纸质备份 而且全都交给女秘书保管 有了她的帮助 杀手轻而易举就得到了 伤害她妻子的那两名歹徒的信息 而两人的雇主竟然是 一个名为克莱伯恩的富豪 女人刚帮眼前的杀手 找到谋害妻子凶手的资料 可还没等她走出房间 杀手便如鬼魅般闪现到身后 只听咔嚓一声 女人顿时身子一软 滚下楼梯当场殒命 虽然秘书帮她查出了幕后黑手 但杀手深知同情是她最大的敌人 更明白丁点破绽都可能致命 所以她一不做二不休 将秘书和老黑从这个世界彻底抹出 随后杀手马不停蹄地赶到弗罗里达 寻找那个绰号为野兽的男人 也是当初残害妻子的凶手之一 经过整整一周的蹲守 杀手终于发现了野兽的藏身之所 看着眼前这偏僻的环境 杀手心知肚明 这里绝对是杀人越货的绝佳场所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这只不长眼的恶狗实在烦人 于是她便将加了料的鲜肉扔进院内 然后躲在车后静待要效发作 待到一切恢复平静 杀手才捏手捏脚地摸进院子 发现恶狗趴在地上呼呼大睡 她便直奔野兽的房间而去 不料杀手刚踏进房间 野兽竟突然从背后冲了上来 两人随即展开激烈肉搏 虽说他们都是在刀尖上讨生活的人 但野兽的名号可不是白叫 每一次攻击都如雷霆万军 杀手根本占不到半点便宜 生死攸关之际 杀手当即一招声东击西 成功分散野兽的注意 接着迅速起身冲进旁边的房间 然后找了个角落躲了起来 野兽端着手枪直奔杀手而来 嘴里还不停地骂骂咧咧 结果却因此丢掉了小命 枪声随即惊醒了昏迷的恶狗 杀手见状赶紧撒腿就跑 恶狗则紧随其后穷追不舍 还好他及时逃出了院子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郁闷的杀手当即拿出燃烧瓶 一把火将野兽的房子烧了得干净 紧接着杀手又来到纽约 寻找残害妻子的另一名凶手 就这样一直等到晚上 杀手才终于看到了凶手的模样 果然和资料上描述的分毫不差 发现女人驾车离开 他立马去车跟了上去 没过多久 杀手就等到了一个绝佳的下手机会 但考虑到身处闹事难以脱身 他还是选择了放弃 随后他一路跟着女人来到一家餐厅 就在女人刚准备用餐时 杀手就悄无声息地坐在了对面 看到桌上的武器 女人瞬间慌得一瓶 因为他不仅清楚杀手的来意 也明白自己稍有异动 就会被对方一枪毙命 于是女人便开启了尬疗模式 试图拖延时间四季脱身 说什么他也是迫不得已等等 总之就是将自己摘得一干二几 殊不知人家早就识破了他的轨迹 结果女人就被杀手请出了餐厅 准备换个地方好好谈谈 女人眼见一记不成 当即又生一记 趁着下台阶时故意摔倒 想又骗杀手上前趁机发难 到底还是杀手技高一筹 直接一枪让他见了上体 成功铲除两名残害妻子的凶手后 杀手立刻动身 去找整件事的始作俑者 也就是他昔日的雇主克莱伯恩 然而作为富豪的克莱伯恩 不仅住所雇若金汤 而且出行时还有保镖陪桶 想要接近他风险极大 但对于他这样的顶尖杀手来说 这些都不是事 趁着克莱伯恩乘车离开的间隙 杀手迅速闪身潜入车库 但要进入豪宅内部 就必须穿过眼前这道坚固的铁门 杀手二话不说 拿出手机拍下门锁样式 转头就在网上购买了复制器 然后他又来到银行 注销自己的所有账户 将资产全部转移到海外 做好随时跑路的准备 随后杀手伪装成顾客 是打开柜子 顺利拿到了富豪的门禁卡 迅速用网购的复制器复制了一张 接着再将卡原封不动地放回原处 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了健身房 傍晚时分 杀手再度潜入富豪的车库 之前那扇坚固的铁门 此时已形同虚设 手持门禁卡的杀手 在富豪的住所内来去自如 没过多久 他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富豪的面前 原来富豪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也不清楚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 直到杀手拿出那张有他签名的订单 富豪才终于明白了杀手的来意 他随即解释道 当初是想除掉生意上的竞争对手 才通过老黑雇佣了杀手 不料行动出了意外 于是他便听从老黑的建议 多支付15万美金来了结此事 至于老黑具体做了什么 他也并不知情 随后富豪再次强调 他和杀手之间绝对没有任何仇怨 甚至不知道自己曾经雇佣过他 杀手听后恍然大悟 原来这一切都是老黑在背后捣鬼 而老黑早就被他给干掉 所以他也没有必要再为难富豪 影片的最后 杀手和妻子在某处海岛上定居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